新加坡牛车水卖示威熟视中心一名太极女摊犯疑似因为拆火和男摊犯起冲突 遭对方一刀刺死 卧室摊位内 41岁男嫌犯将于明天8日被控谋杀 新加坡警方发布文告说 嫌犯于今天7日凌晨1点36分到洪山东邻里警署自首后被捕 警方随即前往卖示威熟视中心 发现48岁的女死者倒卧在地上 被救护人员当场宣告死亡 初步调查显示 嫌犯和死者相识 警方调查还在进行中 涉案的据说是金银中士和泰式餐摊位的男摊犯 死者则是在附近售卖泰式餐的女摊犯 据Bowell News报道 嫌犯与死者一年前合伙开设稻箱居摊位 死者投入几万元资本 但他在大约一个月前 隔着稻箱居三个摊位的位置 开设了另一家泰式餐摊位 据了解 死者在退出稻箱居时 疑似没有拿回资本 两人疑似因为金钱纠纷而起冲突 才会酿成惨祸 据知情者透露 死者为人随和 是个非常好的员工 好像是有两个孩子 今早看见两个孩子在现场痛哭 他也提到 泰式餐摊位由三人打理 死者遇害 其他人的心情也受影响 因此摊位今天没有营业 另一名摊主透露 死者和贤兄原本在附近的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 各自经营自己的摊位 去年12月左右 在麦氏威熟食中心合伙开了道香居 他说 摊位原本售卖中餐 生意不太好 融合泰国餐之后 生意有了起色 但不知道死者和贤兄 为何会在合作大约六个月后拆火 根据新加坡刑事法典3021条文 谋杀罪名一旦成立 男子可被判死刑 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